大家好 上一个视频我跟大家介绍了 我在成坤铁路扑熊乡 见证了当地乡民的辛酸生活的故事 那么成坤铁路通车以后 当地的乡民的生活有什么变化呢? 今天我来跟大家讲一下 1971年成坤铁路通车了 今年是50周年 这50年来 当我以前讲的 那个扑熊乡的乡民的生活有什么变化呢? 我先来介绍一下 这条铁路有一趟慢火车的故事 成坤铁路 在 岳西县 扑熊乡 到这个攀之花 这一段路 有一段 有一列火车 叫做慢火车 这个慢火车 几十年来 一直为当地的乡民服务 没有改变速度和票价和它的运营方式 就是说 这列火车在途经的每一个小站都停留 当地的乡民可以把他们家里的农副产品 鸡呀鸭呀 猪呀 羊呀 还有什么菜呀 这些土特产 从家里运到放在火车上 从山区运到外地 运到城市 卖掉 就在外地的城市 买回他们所需的生活运用品 而且挣的钱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 还有呢 他们可以从山区里面走出大山去读书 去上学 上小学 上中学 上大学 还有读研究生的 还有出国留学的 就是说把现代的文明文化 带回大山 改善他们的生活 那么 这个由于经济的传递 文化的传递 他们也过上了我们现代社会的文明的生活了 他们也盖了房子 他们也睡床铺 他们的生活习惯也在逐步 改变 他们也学会了洗眼 洗澡 这个也有经济条件 穿衣服 就是说穿着比较漂亮的民族服装 他们还把他们的文化艺术 比方说唱歌跳舞 这些传到外面 甚至传到世界 他没有学校 长期以来他承担的就是运输这些学生到县城去读书 有时候他们放学呀 回来的路上 我们用我们这个小满车照面充足 所以他们就在这个车上 用这个小满车 在茶几上把座椅完成 所以说这些山里面的孩子 他都把这个座椅向着 列车的十四节车厢 有一半都拆除了两台座椅 只为了让沿线香气 能装上更多的山货 来来往往中 不少村民在小满车上就做成了买卖 我赚了十块 我也买了六十块钱 没得满车 没得这儿呢 没得吃没得穿了 没有满车的话 我买卖不了钱 铁路延伸向远方 这抹绿色悠悠穿行于山水之间 将党和政府的温情传递给深深的百姓 也在着沿线乡亲们的渴望 使向期待中的下一个站点 全面小康 所以说呢 由于有了这个铁路 他们可以说是 一步跨越千年 对他们的生活 经济条件 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个是很喜悦的 那么 大家 要是 不知道他们通车前的生活 是怎么辛酸 怎么苦涩的 可以回看一下 我在上一个视频 所说的 这个情况 那么关于成坤铁路 通车 还对社会 对国家 有什么 伟大的贡献 伟大的意义 和建设成坤铁路 国家和铁路人 怎么艰辛 怎么困苦 还有很多奇迹 这个故事 还有很多很多 我将在以后的视频里面 一个一个的跟大家讲解 希望大家关注 今天就讲到这里 拜拜